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千年来的石修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放生是最强的升起现实福报的功德 因为放生就是救命 这个身体是物质的 也是众生有情 最最宝贵的 所以才会速速地升起无量的现实福报与物质层面的果报 放生这个事情是比较容易圆融事件的方法 因有其物质层面 故而对于现实福报也是最为快速地升起效果 所以放生首推为第一 也许信仰不同 也许法门不同 也许戒律难持 但放生这个事情大家都可以去做 并且见闻者皆欢喜无量 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功德 如果说诗实英明的功德 可以得到冥冥中精神得以升华的果报 那么放生物命的功德 则可以得到现实中身体物质层面的提升 所以利于修道 利于实现不老不病不死的心境 尤其是放生野生高龄 那些具有高级灵性能够修行大道的动物 一是放生的功德果报 可以现实升起福报 二是野生高龄的强烈报恩力量 可以说创造奇迹超越定数都在此中得到 故而古今为佛教与道教修行人所推崇 尤其以修正当世果位的道家 更为推崇 历史上以此功德因缘成就天仙果位的比比皆是 所以这是我们当见闲丝其处 努力去修果不复人 今天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段道教修行人士分享的亲身经历 而这段经历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放生所能带来的现实福报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点赞是对小万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以下内容 小万将以第一人生为大家叙述 这则感应是惭愧资深的亲身经历 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其中的意味很难言传知何意会 但是其中包含了极多的修行理解与窍门 早年网道也是盲人摸象到处乱跑 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碰运气 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徒劳无功的 而自从这个事件以后才遇到了恩师 学到了真正的法门 也许是个巧合 但恩师说 世间一切巧合的背后都有一种力量 那就是道 那一年弥陀圣诞 我和几位佛友一起去东郊普陀寺拜佛 那天下着雪 但是烧香的香客很多 我们烧香拜佛又去和帮着师父聊天 然后帮寺院打扫卫生 几位佛友和师父围炉谈成 一时不想走 我们就那样畅谈着 我忽然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这股力量一下就与我感应到了 我的手自动地抬了起来 这是元神接收到了灵力的信号 我当下顺其自然注意观察着 我的左手被这股无形力量拖起来 那感觉就像人泡在池子里 浮力直接把手臂拖起来一样 这股力量牵引着手指向了西北方 我一放松 整个身体就被这股灵力带动起来 第一次遇见这种强大的力量 我当然也不知所以然 但道家思想就是道法自然 一切只是个自自然然 当下我就顺其自然 随着这股力量走了出去 七拐八拐地走到了寺院外边的河道边 灵力消失了 我心知这股力量就是来源于此 就停下脚步四处观察 这是一条人工河渠 冬天水少温度低 结冰了 我站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高岗 往下看整个河道都很清楚 这时候我发现河堤上有一伙少年 正在从一个洞上往外捞什么东西 几个少年手舞足蹈的 好像还很兴奋 我心里忽然一急 感觉有什么事情 马上快步地跑了过去 走到跟前还把几个少年给吓了一跳 一眼看见几个少年正在往一条口袋里装什么东西 我凑到前面一看 原来是一条白色的蛇 这条蛇很白也很大 不知是冻的还是天生如此 反正那蛇在雪地里 看着格外的白 甚至有点反光 目测一下 这条蛇可真不小 大概有茶杯粗细有两米多长 白色的蛇皮 带有好看的丝条纹理 蛇头有小孩拳头大小 头上有一块暗红色 离远看仿佛是机关子一样 但是看似那蛇已经死了 一动不动地搭拉着脑袋 正有几个少年随意地摆布 惭愧长期养成的见善必为 何况又是最重视的救先家 当人不让手当其冲 我马上上去一把抓住那个麻布口袋 我的这一举动着实让几个少年吓了一跳 几个人纷纷本能地站立起来 拿眼睛瞪着我 我说 你们想干什么 几个人说 不干什么 你是干嘛的 我说 你们没事打这条蛇干什么 他们说 爱你什么事了 我当时看这几个少年 也不是信佛修道之人 故而我想给他们苦口婆心讲佛法 恐怕没有用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我接下来就展开了临场讲法 谁知一个因果道理还没讲完 那些少年就先急躁了 急躁也很正常 不冲动还是年轻人吗 所以古话讲 老要张狂 少要稳 其中一个少年就讲 这蛇是我们先发现的 按照先来后到的道理 这猎物就属于我们 我还想说什么 忽然间就觉得这个时候 所有的理论都变得惨白无力 你面对的是一群无知懵懂的少年 莫说佛法 连世间法也是不懂的 讲什么都是枉然 事实上 多年来 道友们也都曾发现这个事情 在现实中 学的理论 对于这样的一类人 根本就是苍白空洞的 惭愧惭愧 当时究竟想了什么 究竟是个怎样的发心 时过境迁已去多年 至今已是模糊 但是有一条是绝对的 那就是公道用实方为有 这条是真理 你的神通潜能 你的护法神功 都在你真实发心为众生时 从你那自信自信中 豁然流露 我当时也许心里是想起了 印象中的先佛视信的神迹 并且强烈渴望 就在此时此刻 能在这群少年面前展现 能够完成 我搭救那条蛇的良好愿望 如果信请深信 法界从来不复人 万法为心所现 只要你信的真信的深 没有丝毫怀疑处 一切起心动念 心想事成 很神奇的一种感觉 那是第一次体会到 天地之间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 并且是如此的巨大 至今想起 依然还是心潮澎湃 激情荡漾 有种悲怆的感觉 不知什么方位 也许不知内外远近 忽然就升起了一种力量 我的手自动的就抬了起来 大拇指自动的掐在中指关节之上 小指顺势靠在无名指后 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我当时还不很懂 多年后 翻看道家掘墓的图片 才发现 那是一个寝护法神的掘墓 但当时 那是原神自愿的自动产生 心中的无念 才能真正配合显化 那神奇的力量 所以当下我没有动念 没有起心 一任自然 那手绝身向那群少年 带动我的身体 也向前倾倒 力量很巨大的 以至于我的头发 嗖嗖的 往上直竖 忽然间 手绝一松 变成了手掌 往那群少年 推了出去 做出了那样一个姿势 说时时 那时快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扔过去 那群少年 其中的三个 往后就倒了过去 另一个 可能属于福报深厚的 没有倒下 只是身体歪了一下 但可以看出 他们都惊呆了 忽然间的惊恶 使他们瞬间 失去了意识反应 我想类似接近开悟的 前无念 如果当时我能够懂得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深刻点一下 或者大喝一声 也许能透一个半 也未必 这都是多年后的幻想 当时来不及 动念其心的 几个少年起来后 就冲我学着电影里的 抱拳鞠躬 好像很服气的样子 而我也恢复了正常态 我就抓住时机 一想 也不必讲了 直接就跟他们说 你们拿着蛇 快跟我到寺院里来 不由分说 我就把他们连蛇一起 带进了庙门 那些少年 经过了刚才的神迹 那心情确实是 诚惶诚恐 毕恭毕敬 对于我的话 言听计从 当下进入到寺院 我就请求寺院的师傅 给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 就是给这些少年皈依 第二件 就是给那条大白蛇皈依 然后我们一起搭车 去了黄河故道的大堤 剪择了一处乱葬坟头的地方 有一处露出半截黑漆漆棺木的坟头 把还在东眠中的大白蛇 安放在那口恐怖的 飘逸着腥味的棺木里 用干草和干土覆盖上 又祷告祷告 然后便搭车回来了 当晚几个少年还请我吃了饭 在此后的岁月里 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其中的一个少年 后来出了家 也就是如今的本历法师 一心念佛 不错二想的本历师 他的出家姻缘 也是源自于当初的那件事情 而我后来遇见的师傅 应该就源自于 那条白蛇的报恩吧 故事讲到这儿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不能发现 以慈悲心救度众生 放生的当下 慈悲的能量 立刻便会使我们的身心 发生改变 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人 无论是那位道友 还是几个年轻人 都在放生那条白蛇的时候 命运发生了改变 因此 对于放生这件事来说 持之以恒 必会得到你渴望的现实福报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